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春秋过后的第一个出差 云南丽江凯迪拉克 来都来了 古城不转转吗 今天我们的试驾活动正式开始 我们选择从丽江到香格里拉 这段路程不断的进行海拔一个喷爬 也希望在这段里程中 能跟大家分享一点有趣和有用的东西 那今天试驾的前半部分呢 我开的是一台凯迪拉克的2021款的XT5 与之前的版本相比呢 其实它外观和内饰包括配置上面 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最大的一个改变就是它现在全系 搭载了这个48V清魂这套系统 之前我们在很多次机会中 也都碰到过48V清魂 我跟你们表达过 就是在我的认知里 它是一个在你发动机起停这个功能作用 也就是发动机停止工作的时候 能够充当一个更大的电源供给 让你的发动机能够有更长的休息时间 从而达到一个节省燃油的效果 同时呢在起步的这个过程中 能够更快的去带动发动机 能够让整个起步过程呢 变得迅速且平顺 这也是它的另一个工作的主要目的 然后今天我们又学到了一点 就是现在这台车搭载的这个48V清魂 它可以在你车速低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就是你慢慢是在减速 准备前面停车了 它可以在中间的某过程 提前将发动机关闭 从而让发动机的休息时间变得更长 然后达到一个节油的效果 官方给我们的数据呢 是XT5可以节油4%到5% 而XT6呢可以节油5%到6% 那具体换算一下的话 但要看您平时的日常驾驶油耗 而发动机方面呢 现在这台车用的还是20T的 带那个吹Power可变钢技术的一个发动机 这个之前我们已经介绍过很多次了 它跟XT6都是这个发动机 同时呢它们的功率也都是174千瓦 350牛米 匹配的呢也都是9AT的这么个变速箱 就我们目前驾驶的感受 别看这个车型比较大 这车型是4米8多的一个车长 但是它在 尤其是刚才收尾站起步的时候 是很轻盈并且有力的那么给我们带起来的 而且这个9AT很平顺 虽然达不到CVT那种如丝般顺滑 但是一定一定不会让你有任何普适的感觉 来到车内以后呢 其实它跟原来的配列确实没有什么变化 还是真皮的包裹 还是木纹的这种装饰板 美式豪华展现的淋漓尽致 让看到它的人要么就特别喜欢 要么就特别不喜欢 两极分化的一个状态 还是那个仪表盘 还是那个中控屏幕 还是带OTA升级的这么一个系统 我现在想重点说两个东西 一个呢就是这个流媒体后视镜 以前我对它不怎么感冒 但是最近开的车 要么就是后面玻璃特别小 什么也看不见 要么呢就是车特别大 然后后面也是什么都看不见 但是加了流媒体后视镜以后 我发现这个东西可以让你去免除了这个反导 而且它的视角是很宽的 甚至包括了左右的一些盲区 所以在现在我对它有了一个新的认知 我很喜欢 然后这台车的自动驾驶辅助的功能 它有车道偏离预警 有车道保持辅助 有自适应巡航 现在我也开着呢 它的这个自适应巡航 加它的车道保持的这么个功能吧 没有形成一个居中巡航的状态 还是说压线了修回来压线了修回来 这么一个状态 所以我觉得这个从前年开始说到现在 应该会有一个提升才好 而且它提示的方式很独特 就是你是如果压了左线 你座椅的左半边就会震动 右侧也是同样的 然后跟你们分享一下这台车的乘坐体验 首先座椅是宽大柔软舒适的 而底盘呢 前麦克逊后五两杆 这么一个形式 调教呢也是往舒适方面去调教了 所以在全程开下来的时候 这台车的滤震性很好 而且就是很舒服的感觉 没有别的词 在下那种山坡那种枝子弯的时候呢 你也可以感受到它的側向支撑 也是相当不错的 别的 你像双层的夹调玻璃 Bose Performance 这些音响 都是让你在旅途中 第一是减少噪音对你的影响 第二是通过一些音乐的 有高品质的音乐 来让你感受到旅途轻松且愉悦 行了 你有没有做好准备第一次踏入这个人间仙境 我现在在的是香格里拉的独克宗古城 你可以发现这里所有的建筑 基本上是以白色为基调建造的 因为独克宗的意思就是白色的石头城 寓意着月光之城 这是目前中国保存最好最大的藏族聚集区 在这次试驾活动的最后容我再多说两句 XT5和XT6 同样的动力匹配 同样的科技性配置 近乎于相同的内饰和近乎于相同的驾驶感受 它们甚至连轮胎尺寸都是一样的 它们唯一不同的就是它的售价区间和两台车的车身尺寸 它4米8多 它超过了5米 如果让我来选 如果我家的位置足够宽敞的话 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XT6 你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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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